事發在今早大約8.9 十幾個刀手用三部私家車在天水圍天晴村外截停的士 斬傷三個男人,跟手極速上車走人 片中看到,一個男人被斬後 用手抱頭在地上滾滾滾滾,好像很痛 三個男人受傷,送到屯門和博愛醫院治理 警方將案列造傷人 我們收到消息,今次的對手分別是藍邊為聖禍 vs 屯門新義安 出牌頭吧! 整件事要由今日凌晨3點講起 屬於屯門新義安大腦筋繹手的Daniel 原本與女伴在天水圍天水圍麥當勞外聊天談心 照計考慮不會出事 但可能Daniel 眼神電力十足 三個藍邊為聖禍的人嫌他眼超超濕了他一鍋 隔五分鐘後,有一輛七人車來到 跳了五個人下來又撿多劑 警察來到拉了一個人 這個時候,Daniel 就去了醫院回HP 到了接近五點 在元朗津泊外面 七到八個刀手分別乘兩輛車 截停了屬於藍邊為聖禍的肥師 他大不大隻就不知道 只是知道他被問跟誰 一搭傑佬被人追著來劈 相信是因為Daniel 被襲 於是屯門新義安覆牆 消息就說 藍邊為聖禍不居 於是找人在門口等Daniel 當他和他父親、朋友搭的士走時 逃經天晴村外面就動手 好了,相信是藍邊為聖禍 向屯門新義安又覆卓 想不到瘋了一下 可以引發光派大戰 還是那句 有什麼談到他 不要加重醫護的負擔 大家又對這次江湖衝突有什麼意見 歡迎Like和Share 影片 訂閱我們 多點光顧我們網站 下條影片再見